我常讲我们现在的小朋友非常的幸福 爸爸妈妈这么样疼爱 而且现在的经济环境这么好 可是呢 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很好的家庭的孩子 比如说我们在社会上看到那个 比如说挡救护车了 什么这些人 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的示范 因为太幸福了 所以以至于不知道努力 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 对 但是呢我们朱大师 朱老师 讲起他读书时候 多么可怜多么困苦 那样的环境中间 你能够奋斗到今天这样子的地步 我觉得是不容易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动 我听到你的故事 我都快要流眼泪 真的是非常感动 我已经觉得我小时候很刻苦 可是跟你比起来 我简直是在天堂了 所以我想请我们朱老师 把你读书的时候的故事讲一点 给我们这些网友 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听一听 给他们做一个借敬 好 现在小朋友不是流行一个名词叫淋霸吗 霸凌 欺负人家 那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哪有这种霸凌呢 我们是自己要约待自己 自己霸凌自己 为什么 因为你家境不是很好 那学费也交不起 那生活也很艰困 所以自己必须要打工 我在小学的时候 就在电影院门口卖东西 真的 卖花生米那些 那我在菜市上卖过菜 是啊 各种辛苦的工作都做过 还搬过砖头 搬过石头等等 哎呀 我要给你下跪了 那实在太清费了 然后我读考上大学的时候 我父亲跟邻居借了八百块钱 那我住完厕就没有钱了 那就到处去找打工的工作 后来找到一个做煤球的工厂 有一餐饭吃 能够住在那边打煤球运煤球 然后我就到这个学校里头 到书社 我就收同学的衣服来洗 要洗了差不多一个学期 亏你想得起 我想到时候 我即使要赚零用钱 我也不会想到去帮同学洗衣服 又没有办法 因为人地生疏 又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忙 那只好靠这个 所以连我们班长同学的衣服 很多人都被我洗过 那时候一条裤子 一块多 那衣服也是一块钱 然后帮他们洗 然后我才有办法生活 然后买话剧 因为读我们那个科系 是蛮花钱的一个科系 要买很多工具 有很多材料 包括我们学校餐厅 所烧的煤球 都是我运过去的 才三门板车运过去的 所以那时候非常非常艰辛 那不过我觉得 我现在很感谢 我那一段的日子 如果没有那一段日子 我不会那么坚忍 然后做那么多的好的 大案子去发挥 另外也没有 因为没有那一段坚忍的日子 我也不懂得放下 因为我觉得说 我以前什么都没有 我已经有了那么多 我觉得真的是老天也好 社会对我都很厚爱 都已经是厚爱 我已经很够了 不管是知名度 不管是生活都已经很够 要放下 放下做一个最有意义 最有加势的事情 就留下一些作品 开心的事情 因为你原来就最喜欢的 就是画画 而那时候为了生活 为了你没有办法 全心全意去完成你这个梦想 但是你 将近你在读书的时候 这样的辛苦 送每一球 不是赚多少钱 只是为了要可以 老板给他温饱 对 这是能够给我住的地方 然后有一天有一餐饭 但后来又给我一些零用金 那老板很不错 他真的是我人生的一个贵人 虽然他不是很有钱的人 但是我觉得 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贵人 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但是我相信 你在那边打工 也给老板有一个很深的启示 我发现 这个我倒不感到 我倒觉得说 我这一生都是接受人家的启示 不是 我相信 因为你是一个这样刻苦 上进的一个学生 在老板来讲 他也被这样的学生感动 以至于你以后 你的业主 比方说 你遇到伯爵山庄的老板 日月光的老板 他能够对你 非常的赏识你 也是为什么要赏识你 也是因为你表现得很好 而且他也觉得 这样一个上进的学生 是值得我去栽培的 不感到 我想跟孟老师 还有大家朋友 分享一点秘密 其实我第一个课程 第二个课程 叫明道中学的设计 包括两个还原生 都是我去比赛得来的 然后第一个做明道中学的设计的时候 是三百个人去参加比赛 但是我提了三十件作品 就三百个人有三百三十件作品 十分之一是你的 对 然后 所以我的忽然率就很高 所以我包办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这非得我设计不可 这不得了 这也是很辉煌的记录 对 那这也是很认真 那雅各花园这个老板呢 其实我花了半年的时间 要跟他见面 他都不要跟我见面 然后 我再三希望他能给我机会 但是我不知道他要做雅各花园 我是从帮他设计一个小名片开始 然后他照顾我 再陪我设计他的家 然后他经过两年时间 觉得这个年轻人大概不错 所以感动了他 现在讲这个 就招了你这个画里面的 你说你从一个小名片设计 才慢慢走入他这个整个世界 现在你这个画里面 这个小镜 就是你从这个小名片 小名片设计 然后走到后面 整个的大山大水 都展现在你面前 对 我这样讲贴贴吧 而且我觉得老天爷是公平的 在上面这个菊红色 叫佛光普照 所以你只要认真的去做 哪怕多孤独 有一天佛工也会照顾你 对对对对 一定不要怕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是有一点好高骛云 那比如说看这条小路太小 不想走 我要找一条平坦大道 可是呢 在山间小路 你才会通到另外一番美景 才能看到这个山里面的 所有的这个山里面的所有的美景 就他整个的气 整个的气场 整个磁场 都会我们都会吸收得到 你如果觉得嫌这个路小 你根本不屑去走的话 所有的美景都没办法接触 对对对对 我这样讲不是随便讲 因为我认识很多年轻的小孩 他们去某一个公司做 都做不到三个月就走了 又换一个大公司 因为学历好啊 比如说台大的 他就再换一个公司 他又做了顶多半年 他又觉得有一件事情 让他不开心 他又走了 我劝过他们了 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啊 你一定要去多去接触 你要做到像我说像爬山 别人都已经爬到半山腰 你还在山下转 对对对 永远不知我爬哪个山比较好 对对对 所以你这幅画 是可以给我们人生 做很大很大的启示 那你就是要坚持 对自己有自信 还有三不转路转 你只要心转一下 念头转一下 你就找出目标 那虽然你不知道你的前途 到底是什么样的前途 但是他一定是有希望的 还有台湾人讲一句话 就是戏棚下呆久了 主角就是你 对对对对 我们今天给朋友介绍 我们朱老师 不但是要介绍他的画作 不但是要介绍他的雕塑 也不但是要介绍他的景观 一些很了不起的作品 这些以外我们最重要是要给年轻人一个模范 就是说我们朱老师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历练 整个从以前到现在一个努力的过程 是我们大家的榜样 那给年轻朋友们 就是一个参考了 我想现在年轻人也都没有头脑跟智慧去学习 相信我们的希望还是在年轻人 那也希望年轻人能够自我发掘自己的天赋 能够为他创造一片天 是 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 当然很多年轻人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不够上进 但是优质的年轻人还是多得不得了 我们台湾优质的年轻人还是很多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我们朱老师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大家要珍惜 要在这么好的一个基础上往前努力 像我们小时候了 我比你好一点了 像我们小时候那么困苦的环境 家里没有钱给我们读大学的 必须要自己 我们也都是以前都在打工 帮人家画什么布花 画了一堆东西 画外销画了去打工 但是我去画外销画还是比较幸福的 比那个搬煤球 帮人家洗衣服 没有 没有 因为到了一个人地生疏 其实孟老师讲的这些 我也帮人家绣过花 男生绣花 还有跟人家织毛衣剪接什么等等 都做过 以前的困苦 以前的坚忍 必须要坚忍 以前的困苦 以前的坚忍 让你更加的在日后的工作上 更能够得心应手 因为苦过嘛 是不是 碰到比较艰苦的案子的工作 你也能够坚持 可以突破 可以坚持 所以呢 现在你一切都 该经历的都经历的 该有的也有了 所以 很恭喜你 真的是你很有福气的一个人 能够回归到你的初衷 又再回归到你的初恋情人 是 可是风过雨过 一片清空 但是我现在是什么星期呢 云水星期 自然 是 是 我们很羡慕你 真的羡慕你 现在真的是 仙云耶和一般 而且以后呢 你也可以云游四海啊 到处展览啊 画画啊 交朋友 你还要交这样子的生活 还要过很久 因为现在人的寿命都非常长 而且画画的人 如果不要太过用心计 不要太过烦恼 没有压力 开心画画的人 真的是九十几岁一百岁多了 所以呢 我们的观众朋友 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也可以请教你 因为我们朱尔师 也常常在学校 或是机关团体 各种场合做演讲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观众朋友 有什么这方面的啊 疑难杂症啊 想要问的 也可以跟我们朱尔师联络嘛 跟我们对他联络也可以 我们鼓励几句话 谢谢 好 最后呢 您给我们喜欢艺术的观众朋友 一句话送给他们 我想啊 艺术它是无缘佛界的 可以感动心灵的 最主要还能够让自己 在精神上面 心灵上面有一些寄托跟发泄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 希望大家一起来玩艺术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很荣幸 开心的 谢谢您啊 谢谢 出台中来啊 好感动啊 谢谢 谢谢 谢谢